第二国产车私人有限公司最近推出大专毕业生特别优惠 让就读最后一个学期或即将毕业的政府或私立大专学府学生 每月仅需支付最低299令吉免付头期的情况下 就可购买一辆第二国产车 这项优惠从本月10号开始推出 直到2013年3月31号截止 符合资格的大专生可选购该公司旗下Produa Viva或Myvi车款 脱离美国母公司的亚洲友邦集团 近期致力拖展亚洲保险版图 继9月收购斯里兰卡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英杰华后 今日再以52亿令吉的高价并购IMG大马业务 收购涵盖IMG的人寿保险 员工福利业务IMG Public Takafu ESSA的60%股权 该交易完成后 友邦集团将崛起成为大马的人寿保险龙头 一名胆大包天的偷车匪 竟然在大白天 依找人为由直闯吉隆坡五级免登的保时捷陈列士 明目脏胆抢走一辆价值90万令吉的保时捷跑车 当时陈列士还未开始营业 里面有数名员工及两名保安员 在偷车匪驾走车子时 保安员不知就里的开门让他离开 虽然他立即发现被驾走的保时捷没有车牌 但却来不及阻止 眼睁睁看着偷车匪扬长而去 警方已经掌握嫌犯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 将来私家城双施命案出现峰回路转的发展后 再度引起瞩目 男死者梁建祥的29岁次妻今早再被延扣两天 而昨天落网的印翼主嫌及其女友 则被延扣六天至下周二 居息男死者生前每月给29岁妻子2万令吉费用 包括1万令吉信用卡及1万令吉家用 并帮妻子公车 女嫌犯是第二任妻子 两人婚后育有一名孩子 案发前两人正办理离婚手续 高庭今天驳回雪州巫统沙白安南国会议员 阿多拉曼与助理罗斯里 被判虚报资料申领8万令吉公款的上诉 预令两人必须从即日起进入监狱服刑 高庭法官在裁决时说 在检阅低庭庶面判词 所有证人供词 证据及控辩双方的诚词后 他认为低庭法官并没有放下误判的错误 法官说 控犯证人已成功证明两名被告 在申领公款的程序上 确实提供了虚假的资料及不实陈述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今日在万众瞩目下出炉 中国作家莫言赢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是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 恨是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中国人 前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法国籍作家 高刑建于2000年得奖 此前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村树 被视为得奖的热门人选 其中又以村上村树的呼声很高 甚至传出了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会的传闻 更多新闻请留意